第十六章 一节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 本章经文的大部分都是问安的话 又因为这些话并无难解之处 我们若花太多时间在上面 就浪费了时间 我将单单提到那些需要解释的话 保罗先开始推荐菲比 就是负责送本书信的女执事 他首先提到她的职份 然后又提到她对于教会可敬圣洁的服事 其次 他又建议他们要接待的 帮助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 因他自己曾忠心地帮助圣徒 所以保罗也要求他们在主里接纳她 因为她是间隔离教会中的女执事 两节 保罗又加上一句话说 合乎圣徒的体统 就是说 若是他们不好好地待基督的仆人们 就不合乎圣徒的体统 所以我们不但应当以爱心来接纳基督的智体 而且也应当特别尊重 并敬爱那些在教会中有圣职的人 同时他以前曾如何在多方面善待弟兄们 顾保罗也吩咐他们照样要按照他所需要的帮助的 如果一个时常帮助救济别人的人 突然自己需要帮助的话 就是礼貌上来讲 我们也不应当不理的 为了要鼓励人采取此种态度 保罗也特意指出自己曾受他帮助的事 保罗所说的此种服务 他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也曾提到 贫穷的当在教会的公费中得到供应 也得到那位负责教会公共款项的人所看过 负责这种责任的必须是年迈的寡妇 因为他们没有家务缠身 也不再需要看顾子女 因此他们可以完全奉献自己在宗教事工上服侍神 他们得了这个职份之后 就有责任与义务 正如一个受雇的人应当忠心于主人的事物 所以假使有人取了这个职位之后 又离弃 使徒斥责此种人为违背基督 他们既然将要孤独的生活 所以保罗禁止教会 拣选那年龄在六十岁以下的妇人 因为他早已看到保持童真的誓愿是危险的 而且对于在六十岁以下的人也是有害的 在教会不断腐败退化的时期中 这个对于教会很有益的圣职 变成败坏无聊的修女制 虽然这种修女制从其实就是败坏的 不合乎神的道 但是至今却更是腐化堕落到 与开始的目的完全相反的光景 甚至于所谓贞结的圣索与妓院已无所分别 两节保罗又加上一句话说 合乎圣徒的体统 就是说若是他们不好好的待基督的仆人们 就不合乎圣徒的体统 所以我们不但应当以爱心来接纳基督的智体 而且也应当特别尊重 并敬爱那些在教会中有圣职的人 同时他以前曾如何在多方面善待弟兄们 顾保罗也吩咐他们 照样要按照他所需要的帮助的 如果一个时常帮助救济别人的人 突然自己需要帮助的话 就是礼貌上来讲 我们也不应当不理他 为了要鼓励人采取此种态度 保罗也特意指出自己曾受他帮助的事 保罗所说的此种服务 他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也曾提到 贫穷的当在教会的公费中得到供应 也得到那位负责教会公共款项的人所看过 负责这种责任的必须是年迈的寡妇 因为他们没有家务缠身 也不再需要看顾子女 因此他们可以完全奉献自己在宗教事工上服侍神 他们得了这个职份之后 就有责任与义务 正如一个受雇的人应当忠心于主人的事物 所以假使有人取了这个职位之后 又离弃 使徒斥责此种人为违背基督 他们既然将要孤独的生活 所以保罗禁止教会拣选那年龄在六十岁以下的妇人 因为他早已看到保持童真的誓愿是危险的 而且对于在六十岁以下的人也是有害的 在教会不断腐败退化的时期中 这个对于教会很有益的圣旨 变成败坏无聊的修女制 虽然这种修女制从其始就是败坏的 不合乎神的道 但是至今却更是腐化堕落到与开始的目的完全相反的光景 甚至于所谓贞结的圣所与妓愿已无所分别 四节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保罗特别提出他自己当感谢百基拉和亚拘拉的理由 因为他们为了要保护保罗而将自己的性命制之度外 但他又说所有的教会都当感激他们 以至于他们的榜样可以影响罗马人 保罗自己的生命应受所有的外邦人看重与敬爱 因为他的生命是他们无比的宝藏 外邦人按义务来讲 对于那些使保罗安全的人应当感激 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也注意保罗在此所提到的在他们家中的教会 他称他们的家为教会 是对于他们的家庭所给的最大尊重 我不赞成伊拉斯姆索义的会众 因为显然帝保罗将此神圣的名称教会 用来作为尊重一个家庭的说法 五节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节的果子 保罗在此按示律法的一节 人既然是分别为圣归于神 那些首先将自己献上的人 也就可称为初熟的果子 保罗在此特别尊重那些 先在基督里因信而蒙照的人 然而他们若要继续持有此种可敬重的地位 就当继续忠心到底 因为神前选人做出熟的果子 使他们极大的光荣 如果那些首先开始信仰真道的人 不软弱跌倒 继续跟随主 那么他们的信心越是耐久 越能证实他们信心的宝贵 六节这里他提到玛利亚曾如何善待的 他如此推荐这些人 无疑的 是特别要将他们推荐给罗马人 七节问 安罗尼谷 保罗平常并不太重视亲属的关系 或物质方面的权利 然而因他与尤尼亚和安多尼谷的亲戚关系 或许能使罗马人更认识他们 他也不避免为他们介绍 其次 他之所以重视他们 是因他们与他一同作奸 这点更为重要 也为为了基督而受的捆锁 却是值得人们尊敬 此外 保罗也称他们为使徒 然而保罗用此字的时候 并不是一般正确的用法 却是以此包括一切 虽未曾建立过教会 却是努力在各处传播福音的人 因此 保罗在本节经文中所说的使徒 乃是指那些 使福音的教训传遍各处 因而使教会终于得建立起来的人 保罗在别处用到使徒这名称时 却是按照最初的原则 就是基督从前所拣选 设立的十二个门徒 我们不能将这里的人 认为是十二位使徒中的人 然而因为他们比保罗 先因信接纳福音 所以他也毫不迟疑地 将他们放在自己的前面 十一节 拿起属家里的人 假使彼得是在罗马 而保罗在提到这么多人的名字时 不提到他 显然是对他极大的侮辱 然而我们若相信 罗马天主教的教训 那么彼得应当在那里 但是假使我们对于可疑的是最好的解明之法 就是给予一个最有可能的猜测 那么任何注视家或批评家都不会来轻易相信天主教所说的 因为保罗绝不可能不在这里提到彼得的名字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本处所提到的基督徒都没有什么爵位观显 因为我们也不会下断语 而认为这些人都有什么很高的地位 保罗所提到这一些人都是平凡无名的老百姓 这里所提的拿起属 我认为是罗马黄阁老丢 Clandius 治下的自由公民 他是放荡淫义 声名狼藉的罪犯 然而神的恩惠是多么奇妙 甚至渗入了这个污秽 又加上邪恶的家庭 拿起数本人并没归向主 然而这个有如地狱的家有神恩临到 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但那些与这一个下流的老宝 贪得无厌的贼子 败坏不堪的流氓住在一起的人 却能够以清洁的心敬拜 做基督的跟随者 而不随从他们属世的主人 保罗的话特别指出 这个家庭是分开的 因为只有少数是主基督的信徒 十六节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物要圣洁 我们从圣经里许多经文中看到 亲嘴是犹太人中表示友谊的记号 是他们的习俗 然而此种习惯 对于罗马人却是较为少见的 在罗马人中 虽然只有亲戚 才可以亲妇女的嘴 但也有例外 然而对于当时的基督徒 在主餐之前 彼此亲嘴已是友爱的情形 已成为习惯 我们又从克里索斯顿 的讲词看到 此后他们又奉献钱财 以行为证明彼此亲嘴 所产生的效果 从这两件事上 天主教徒采纳了吻圣参碑 以及为胜利奉献的礼节 这种吻圣参碑的习俗 毫无意义 完全是出于迷信 后者也毫无目的 若是能满足什么人的话 不过是满足了神府们的贪欲 保罗在此并没有特别吩咐 我们要守任何礼仪 却只是劝勉他们 要有弟兄彼此相爱的心 而基督徒的相爱 应当与世人中间不节的友谊 有所分别 世上的友情 都是出于虚伪作作 是由于恶行而来的 或都是因为不正的目的 而彼此来往 但绝不会倾向于善美的目标 保罗问候众教会的时候 乃是要尽可能使 所有基督的肢体 在爱的联系中和一起来 十七节 我劝你们 他现在也趁此机会 必须来劝解教会 为的是要使他们得到激励 也为撒旦的使者 不断寻找机会 来扰乱神的国度 撒旦用两种方法来混乱教会 若不是用离间的方法 使人心被引诱而破坏 真理的合一 就是使人犯罪 而远离了福音的爱 使人常会被人 所发明的教训所诱惑 神的真理若被破坏了 人就会脱离在真理上的合一 福音若被人用各种方法 所轻视或恨物 人就会远离福音的爱 所以保罗吩咐我们 要特别注意这两种人 以免他们来欺骗信徒 使信徒在不觉之间受诱惑 他又说我们应当躲避他们 因他们会损害人 保罗如此要求我们谨慎小心 是有极大理由的 也为尝试 由于我们的疏忽或不小心 使各种恶劣的行为 在还没有发觉之前 来大大地损害教会 若不是小心注意他们 他们就会以极诡诀的手段 偷偷地进到教会里来 使教会受到损害 请注意保罗在此 也是讲到那些 在神的纯粹真理中受教的人 所以凡是那同意基督的真理之人 分裂开来的 就是五慢血毒神 但是想以和平或何一为借口 来辩护谎言或无神的教训 这种阴谋就是无耻的举动 天主教徒没有理由 用此节经文 恶毒地攻击我们 因为我们并不反对 或毁坏基督的福音 我们却是攻击摧毁魔鬼的虚谎 魔鬼的教训 本来是不为人所发觉的 我们却将之揭发出来 事实上 保罗显然并不是一概抹杀的 定所有不同意见的罪 他乃是定了 拆毁正统信仰和医者的罪 本节经文主要支点 乃是你们所学之的 也为罗马人必须先 弃掉他们家传的习俗 以及他们列祖的规律 然后才能真的在福音上受教 十八节 也为这样的人 不服侍我们的主 他又特别指出 我们从基督的仆人中间 狠一于辨认出假仙之来 也为他们实际上 极不尊敬基督 他们所注意的 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度负 保罗为了阻止他们诱惑人 也为他们 时常用欺瞒人的方法 外披羊皮 想鱼目混住 隐藏邪恶 故他特别指出 他们的诡计 就是用谄媚人的话 来讨人的欢心 真正传福音的神的使者 常表示 友善与愉快的态度 但同时他们 传扬真道士 却毫不受人的意见 看法所影响 因此也就不会用 甜言蜜言去欺骗人 也不会用空洞的赞词 使人落在 对罪自满的光景之中 然而这些假冒的骗子 不单是 常以铲鱼的话来 赚得人心 而且对于人的过错 也掩耳不闻 扬作不见 更是纵容人犯罪 他们以为如此 才能操纵他们的随从者 保罗所称的老实人 乃是那些 没有特别小心 避免此种欺骗的人 十九节 你们的顺服 已经传于众人 保罗看到了 可能有人会反对 他在前面所说的话 故这里 乃是他所给的回答 保罗这句话 指出他并不是 警告罗马人 也不是不关心他们 而是给他们 看到他们 也可能会跌倒 他说 你们的顺服 却已得到了 众人的称赞 所以 我因你们而喜乐 然而 因为人常由于太老实 而在这方面跌倒 我盼望 你们在行恶的事上 愚拙或无知 却要在行善的事上 表示成熟 以至于 因你们随时行善 而保持你们完美的品德 我们在此看到 保罗是如何地 称赞基督徒 真诚的特性 然而那些 对于神的真道 愚昧无知的人 并不包括在内 虽然他称许 罗马人的顺服与虚心 但他同时 也叫他们 要有智慧 及辨别好歹的心 免得他们容易 相信别人的性情 被人欺骗 他恭贺他们 慈善的行动 但他并非因此 而不警戒他们 要他们 在行事时 谨慎小心 二十节 神快要将撒旦 践踏在你们脚下 这句话不是祈祷 乃是给罗马人的应许 他劝勉 他们要与撒旦交战 不要惧怕 以至于他们 可以早日获得胜利 基督已经打败了撒旦 但撒旦随时 还想要挑起战争 虽然我们与撒旦交战时 看不出效果是什么 但保罗应许说 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保罗不但讲到 末日来到时 撒旦要被践踏于脚下 而且他也指出 也为撒旦要 挣脱他的捆绑 又因他的骄傲 而要使外事都混乱 所以保罗应许说 主基督自己要制服的 使他被践踏在脚下 接着保罗又献上一个祷告 就是求主常与他们同在 即使说 他们可以领受 主基督为我们 所取得一切福分 21节 提摩泰 问你们安 这一段问安的话 一方面是要使 两方远离的弟兄 可以彼此相顾 并有合一的心 另一方面 也要使罗马的弟兄们知道 保罗这方的弟兄们 都赞同本书信上所说的一切话 保罗如此提到他们的名字 并不是说他必须有他们的见证 乃是要指出信徒们 同心合意有极大的益处 我们看到本书信 特别以称赞感谢神 作为结束 保罗特别提到 神将福音之光赐 给外邦人的益处 在福音中 神将他无比的仁慈 启示出来 保罗称颂神的话 足以使敬前者得到鼓励 又使他们的信心得以坚固 以至于他们可以忠心依靠神 凡神所做所行的事 都能使他们确切相信 又因为看到神以赐的大恩 而坚定他们将来的盼望 然而因为保罗只用一句 完全的句子来表示许多观念 又因文法上的排列 十本句子的意义更为复杂 我们必须分开来加以研究 首先保罗将荣耀单单归于神 然后又要为了指出唯有他配的这个荣耀 他也再次提到他的属性 以便证明神当的称颂 保罗说 他是独一全制的神 保罗指出一切受造之物 都不是独一全制的 唯有神是如此 保罗在前面提到了 神勇古隐藏不言的圣旨 现在他又加上这句称颂的话 乃是要特意吸引众人 来尊敬羡慕神的智慧 因我们知道 人若找不到神行事的理由 他们就即刻会发出反对的呼声 保罗又说 兼顾你们在罗马的人 他使他们更确实有把握知道 神帝永远保守他们到底 又为要使他们认知神这能力 是确实有效的 他又指出福音的见证 因福音不但应许了我们现在的平安 而且也使我们对于这个持久到底的恩惠 有确切的把握 神在福音之中并不是宣布 说他只在现在做我们的父 而是要一直做我们的父 直到永远 他接纳我们为儿女的事实 乃是存留至永远的 也为他要使我们获得永恒的基业 保罗在本剧中其余的意思 乃是要推荐福音的能力与尊严 他称福音为传扬基督 也为福音的总数都包括 在我们认为基督的事上 他又指出福音的教训 乃是将奥秘显明 这不但叫我们更要专心恭听领受 而且也当使我们更加敬重福音 而敏感于心 保罗又说 此奥秘乃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因此可以显出其高贵之处 这个奥秘并不含有 虚浮夸大的世人所寻求的智慧 却是将属天的奥秘中 不言珍藏的智慧揭露出来 这个属天的智慧远超过世人一切的学士 如果天使们也以惊奇的心来钦佩这个智慧 那么世人更当钦佩的五体投地 本智慧虽隐藏在一个卑微 平凡 简单的外形之下 但我们绝不当轻视 也为神喜欢以此来意志出于肉体的骄傲 或许有人可能会因此怀疑说 这个奥秘既是永古隐藏的 怎能忽然出现呢 保罗于此指出 这事发生并不是出于人类偶然的行动 却是出于神永恒的命定 他在此也制止人类以冒昧的态度 发出想刺探人秘密的问题 凡突然或出于意料之外所发生的事件 人们常认为是没有目的的 由此他们推论说 神的工作都缺乏理由 或是至少他们常以此而困惑怀疑 但保罗再次提醒我们 这件出于人所预料的事 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早已命定的 保罗又为了要阻止人来故意争辩认为 福音是新奇的事 是不可靠的 他特别引用先知的话 而且他们的预言至今已应验了 所有的先知都清楚地为福音做见证 所以从先知书中我们足以证明福音可靠 神早已预备了人的心来接受福音 不会以为他们不习惯福音新奇的教训 而受到困惑 如果有人反对说 保罗的话有矛盾 因他一方面说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一方面又说神界中先知的书只是万民 我们可以用彼得的话来解答这个难题 彼得说 先知们详细考察了所赐给我们的救恩 不是为他们自己 乃是为我们 因为当时神使他自己的仆人预言 这些事的时候 他并没有给他们指名 也为赐下启示 虽然在学者们中间 对于保罗在本段经文中称 福音为隐藏的奥秘的事 以及以福所书三章九节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的奥秘的解释 莫衷一事 但是可能还是指外邦人蒙兆的事 保罗自己在哥罗西书中也是如此暗示的 我也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唯一的解法 很可能保罗同时也想到 新约与旧约之间并非不同的问题 虽然先知以前曾教导过基督与使徒所教的一切教训 然而他们所教导的比起福音之光的名称清楚 是如此含糊不明 所以若是说现在显示出来的事 在以前是隐藏的 我们不必因此惊奇 马拉基预言必有公义日头出现的事 并不是突然的 以赛亚称赞弹弥赛亚的职份 也不是空洞的 最后称福音为神的国度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我们可以这样归纳说 这里阐明了一件事 唯有神自己借着他的独生儿子与他股十字明面物事 一切的暗影都散去 而蜀天智慧的宝藏终于得以打开 他在此也提到传福音的目的 如同他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过的 就是神要是万国的民信福真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